后面的来聊社区的事工 以及我们所有与会的同仁 大家早安 非常开心又再度到我们南辽村来 我每次要来这个地方都有一份喜悦跟感动 为什么有喜悦呢 像今天早上我们是搭公厕出来的 好像小时候有点猪一样 那感动呢 因为我本身自己是不惜让沙港人 所以到这个社区 我就觉得很多的一些 容易不容易跟我们小时候在沙港 真的感觉是非常像的 所以特别回到这边 另外也是 其实我的阿公就是南辽院 所以对这边有一顿比较特殊的感情 那在这边再次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我想可能大家在报道杂志都有看到 我们南辽社区真的非常不容易 连续两年获得柏黎国际旅长的世界百大绿色旅游胜地 连续残年两年 106年跟107年 那去年我们台湾是有三个地方获奖 那我们南辽社区连续两年获得这个奖项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这个奖项是要经过我们这个百大委员会的会员提名 跟一关一关的一个审查 那要准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第一个就是这个地方一定要能够永续提名 那要让我们的来到这边的游客还有当地的居民 以及大自然三方都能够受益 要符合这样的标准才能拿到这个奖项 那我不晓得理事长今天在3月6号有没有到柏林林奖 没有 但是我们台湾台湾这边有派出代表帮我们领奖 没有人去 蛮可惜的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也让我们澎湖在以这一次的诱会在世界上发光 那杂志的报导就是台湾的交往 我想我们澎湖人更是余有的 那讲到这边 大家是不是以最热烈的掌声 向我们理事长还有我们的所有 我们要真的称名致敬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是非常欢迎我们理事长来为我们讲座 我们理事长他现职是在 台湾电力公司彭居营业处担任服务督导专员 那他平常听说也担任一个累球的一个裁判长的角色 你看看他的体格就知道 能文能武 那他的专程是在美工还有社区总理规划 另外呢他也担任我们的环境教育还有国防的志工 非常不容易 那么我们南辽社区我们刚进到这个社区可能还没有走的话 大概可以感受得到 他是一个比较以务农为主的 通常我们到渔村的话可能都会闻到一点点渔行为 譬如说我们往北走到北辽 就很明显他是大部分居民是从事渔业的活动 那在南辽这边大部分的居民是从事农业活动 所以这边保持了很多比较传统的一个农业居留的风貌 例如说五材贵 还有五车这个都还有 还有菜贴 这个我们小吃都是很常见的 但是在南辽这边我们特地把他保留下来 经过我们理事长还有村长跟我们在地的一个村民 从99年开始进行一个社区总体营造 但是我们一开始是把这边比较一些废弃 张罕的地区重新整理改建 那在100年的时候 特别针对我们古厝的聚落 古厝群进行一个环境的整理 那希望能够通过一个环境的整理 能够达到一个传统文化的保存 那也非常不容易 从99年走到今天不到10年的时间 我们从一开始的社区总体营造 到后来慢慢做到环境保育的工作 甚至能够一要登上一个国际舞台 成为一个农村女人的亮点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让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 把这个原型的场地 大家拔到南辽村让我们实地 透过理事长的讲解 跟等一下他会实地带领我们 在南辽村走一圈 让我们了解看看 怎么样将我们这个环境流去 还有旅游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理事长 欢迎理事长